這週末就是刺激的士族季軍還有冠軍賽 你想要邀請哪裡看球了嗎 我也已經做好準備穿上球衣 其實到百貨公司前的露天廣場 也能夠一起欣賞直播 風士族真的嗨翻了 百貨公司也加入戰局 號召大家猜冠軍 有機會讀得一萬元商品券 全台灣球迷秉襲迎接冠軍 新北市府也將舉辦大型直播派對 來到板橋第一運動場這邊 可以看到下方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員 已經開始在布建舞台 為的就是週日的士族冠軍賽 可以看到舞台的最前方 有一個870寸的主螢幕 為的就是能讓超過外名的觀眾 都可以欣賞精彩賽事 在家看比賽太悶 趕快到戶外透氣 除了運動場還能到花博公園搖起吶喊 鏡頭轉到中南部 台中草務廣場以及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都有轉播士族冠軍賽 但這週末全台低溫恐怕下灘至四度 球迷看球別著涼 保暖又撇步 不穿貨外套啊 不是平常我在看職業聯賽的人 一個氣氛這樣嗎 算是吧 會覺得特別人啊 多穿一件外套 就是都會看一下球賽這樣 會買運材 除了有主辦單位貼心準備熱可可茶包以外 民眾也可以使用黏貼式暖暖包 或加件保暖發熱衣 當然少不了圍巾手套 讓你風氏族從裡熱到外 環宇新聞 江柏惟陳品貞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